习近平主席给香港陪桥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的回信 在香港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走进岭南书写祖国 香港学生文学交流团就以实际行动贯彻习近平主席的阴音嘱托 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 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香港组委会 在暑假组织文学交流团 组织一群喜爱历史文化和文学写作的香港学生 来到广州和佛山游学 参团学生绝大部分是鲁青奖香港赛区的参赛者和获奖者 他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又深入了解 写作能力过硬思维活跃 纷纷以写游记的方式记录收获和感受 在评论的中文课里 我们读过多不生数的文章诗词 在中国历史课里 我们了解了一个又一个刻在我们璀璨中华五七年里的故事 走万里路是延伸我们读万件书所学的知识 是为了更好的拖宽我们眼界 把我们大中华的光辉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过程中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所思所想 慢慢慢慢的去变化去升华 让这些香港学生们青少年能够在这方面 以后能够担负更大的一个我们说使命 真正的立足香港展望世界 主办方表示 本次文学交流团是贯彻习主席 因因嘱托的一次成功实践 以行万里路加深香港青少年 对祖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了解 以湾区城市同根同源的岭南文化为切入点 将家国情怀根植在香港青少年心中 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为他们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打下基础